石墨烯是一种理想的二维电子系材料,为研究许多基础物理现象如量子霍尔绍义、拓扑相片、紫旋传输、超导等提供了简单的模型系统。 石墨烯特性之一是其电子结构对边缘非常敏感。 其中,锯齿形边缘VIGGATE结构由来引人注意。 过去二十几年间,研究锯齿形边缘石墨烯一直是理论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。 早在1996年,一部八省理工教授M、Dresson House及其合作者日本初播大学M、FJJ和K、Nakoda就运测了锯齿形边缘石墨烯纳米代重品代和边缘胎的存在,为调控石墨烯的悟性,提供了新的思路。 2006年,加州大学博克力分校教授S,努力本性而预测了边缘的自旋计划横向电厂,又到自旋半金属的形成。 到目前为止,锯齿形边缘石墨烯的边缘态观测,主要依赖于扫描隧道线微数。 利用扫描隧道线微镜,已经验证了石墨烯锯齿形边缘处存在区域电子态。 这种电子态会沿着边缘方向一直延伸,但在垂直边缘的方向迅速摔前。 随着石墨烯纳米带宽度的减小,两个铁磁形的边缘局域电子态,呈现反铁磋壳壳。 进而伴随着那米带从金属性向半导体性转变。 相对于局域的电子态测量,研究边缘态对石墨烯书域性质的影响更加重要。 既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种电子态的物理内涵,也将为未来石墨烯纳米带电子核子旋器件的发展,提供重要的物理基础。 然而,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一直没有突破,存在的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。 一是如何获得适合书院研究的锯齿瓶边缘,石墨烯纳米带高品质量品。 二是在书院测量中,如何将边缘态和体态分离开来以实现指润。 最近,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,北京银聚探物理国家研究中心纳米物理理器件院重点实验,是N07客体组,将广语研究员的博士生物无双,陈、陈等针对锯齿形变人石墨烯纳米,在开展了磁数运测量研究。 利用客体组前期发展的青等物理子体,各项异性各式辅助的石墨烯纳米结构加工技术参见。 AdMotor 22,4014,2010,AdMotor 23,3061,2011,ATPL,FATL,109,053101,2016,在六方弹化膨植原成品上,加工了系列不同宽度的锯齿形变人石墨烯纳米带。 通过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分辨成像和扫描隧道谱,验证了样品的高质量,进而加工了锯齿形变人石墨烯纳米带三端器件。 在强磁场和纳米带的尺寸效应共同作用下,成功将填充因子为零等于零子体态学员,并观测了一个和边缘态相关的电导风。 且此电导风具有不随温度和磁场变化的鲁棒性,同时,通过飞局域NON LOCAL测量也在零磁场下,观测到了一个电压信号,其能量配置与磁疏运下的电导风一致,进一步证实了边缘塔参与导电。 此外,在边缘无视的石墨烯纳米带对比样品中,这种边缘术运特征并未出现,正是这种边缘导电,是锯齿形边缘所独有。 相关结果于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,FIS REVLET-120-216601-2018,本工作中,锯齿形边缘石墨烯纳米带样品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表征, 是和表面物理实验室SF06组网维豪复复研究员及博士生刘彬共同第一,作者合作完成。 北京理工大学的姚李贵教授及其博士生理思维本工作,提供了理论解释方面的帮助,工作得到了基金美613250219123204和科学院项目 INCTB 0602 XTB 070-10100 OYTDB SSW FCRH0004的支持,文章链接 HTTPS Journals APS OXER RPDS 10.1103 FIS REVLET 120.816601 近期热门文章投实,练习标题及可查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切约线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